坚韧耐用的牛皮纸袋广泛用于重包装袋 在台南有间成立将近半世纪的牛皮纸袋工厂 主要供给营件与食品业使用 像是选一袋或饲料袋等等 而这间纸厂也是台湾目前唯一 自行以常鲜为造工业用纸的工厂 让我们大小客户超过了500家 一年营收可达约3亿元 目前这家老厂已经传承三代 但第三代的廖佩林在接班前 确实经历过一场血淋淋的股泉大战 使爸爸在病床前的叮嘱 让年纪轻轻的他坚强地扛起一切 来听廖佩林如何挺过接班挑战 先要扯扬再裁剪车缝 原本用来装水泥的牛皮纸袋 现在变身动物替代 而且无论是西瓜凤梨还是其他中物都能承载 所有的工业用袋我们都会缝过 缝制之后它的强韧性才会好 因为我们是重包装 都是25公斤以上的袋子 然后它缝制之后 它如果用黏的 它可能强度不够 那我们用缝制的话 它强度就很带用性 因为做的牛皮纸袋是装水泥装各种中物的 所以不能破包是基本的 还能这些建议将近半世纪 专做工业用纸袋的支帐善用特性 让原本专注土B的纸袋也能进入土C市场的可能 比如说我哪一家客户的就送给哪一家客户 然后就送送送啊 结果有一些客户就很开心啊 他觉得这个很棒啊 然后就给我们连续两年下订单 是他们有大公司大集团 他一次下好几百个订单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这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发展 而且我们又发现说 它刚好可以让我们做循环再利用的一个 落实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创意小屋虽然大获好评 可要获利还是有很大空间要努力 这剩料佩玲打心底就知道的 不过还是要坚持下去 是为工厂找到新发展 也是想让这间爸爸耗尽一辈子的心血结晶 被更多人看见 我进合那时候是开启工会的时候 不适合做这个位置 而且不适合就是 拿跟我爸爸同样的薪水 曾经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你这种情节做事也有点重备 对对对 会的会的会的 因为我们这是正式选举 选举的时候是很激烈的 然后我妈妈在下面 我发现我妈妈的脸色是很难过的 我都盯着她 如果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肾上建树 我就觉得我明明就很努力 我拿出来的成绩当然不错 所以我就很淡淡的跟她们讲说 那个财务报表在桌上 欢迎大家就是这样看 如果有哪一个月份或是哪一年 就是我的效应是比前任劳动还不OK的话 那我接受 那如果说我有比她还要好 或者是跟她差不多的话 那公司愿不愿意给我多一点薪资 对 所以他们就没有话讲了 那一年爸爸廖师兄因为肝癌离开 对于接班人股东意见分歧 那一年廖佩玲才32岁 就要截下这间免疫业额3亿元的工厂 她要面对的是 如何说服这些大怕2 30岁的长辈 愿意把这间工厂交给她经营 我去的时候就是 我爸也是一样啊 都是在跟我交代公司 他躺在床上来问我公司的事情 然后教我怎么样去应付跟面对这些事情 以后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应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他整天都在跟我讲这些 他跟你讲说你当夫一百公斤一百公斤 其实那个 没有 我没有跟他这样讲 我知道他现在心里面在想的就是 他会担心我后面怎么样去应付这一块 所以他跟我讲的我都照单全收 然后我也会问他 如果万一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也很忐忑 我只能听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 如果我跟我爸讲说 你现在不要讲这些什么的之后 其实我爸的心里会会更难受 就是要让他讲 让他心安 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就是让他心安 心安最重要 爸爸在病床前的叮嘱 都是要让佩玲坚强扛起一切 身为长女的她 也知道这是无可避免的责任 有时候就带我进去生产线 看看造纸机 看看自带机 看看我们整个产线 然后讲一讲他的一些想法 他想要怎么做 他会跟我做分享 然后我也会跟他做交流 爸爸对于职场或是整个台湾职业 是有使命的 目前台湾工业用纸带的牛皮纸 结果都是从国外直接进口 只有台湾这间工厂 还保有造纸产线 像我们这种纸种的话 都一定要废纸 那我们知道的 像那种纸箱 瓦刃纸 灰纸板 这种也都是用废纸来做的 台湾因为自己本身的森林支援不足 所以没有办法用 像国外加拿大 美国日本他们 森林支援比较丰富 他们自己可以从树木 原木就开始去做那个纸架 台湾是都用被子 造纸过程复杂 得先把回收的牛皮纸 加进大量水中不断搅拌 这个步骤叫散漿 这后再储存起来 要先经过散漿之后 然后我们再经过一些过滤 把一些杂质拿掉 然后在这边就是除浆 把那个浆除起来 因为电力的问题 我们有像白天的时候 它电费比较高 我们现在就是暂存 这个是昨天晚上半夜打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除起来 那我们早上就开始造纸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 再补一次再散一次浆 然后之后 我们就又到了半夜 才又开始补浆 接着纸浆就倒入 不断摇晃的造纸机上头 纸的雏形就是在这里完成 我们散漿之后 然后进入 就是经过过滤 然后再进去我们磨浆系统 然后除浆 除浆完之后就会送到 我们刚刚前面那个产线 然后经过它的浓度调节之后 到我们造纸机的头箱设备 然后经过头箱设备出浆 经过我们的长网区 我们机器是长网的 长网区之后 它会左右摇摆 把那个线尾做均匀 水会掉下来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毛毯 经过山道压榨 再把水挤出来 然后再经过100度以上的 12颗烘缸 然后它就会卷起来 就变成纸了 但可不是所有的废纸 都能用来制作工业用纸袋 要佩玲说 这类纸袋因为使用性特殊 所以一定要长纤维 如果纤维太短 那么纸袋就容易破 我们这种纸种是 重包装的 在使用的一些 战胜牛皮脂 其实跟一般的牛皮脂 差不多啦 它是工业用袋在使用的 它的纤维很长 所以它的耐重力 跟那个韧性也很好 现在有做这种纸种的 只剩下我们在做 已经没有人在做了 我们这种纸种啊 就是 其实现在造纸啊 环保成本蛮高的 第一个环保成本高 第二个人力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人 他因为传承的问题 没有做好 然后就没有人力 再继续做这个纸 工干好的纸张 接着就是在裁切印刷 就能成为纸袋 我们做好的纸 然后依据我们客户的要求 它的订单 它要一层就一层 两层就两层 我们最多就可以做到五层 五层的多层纸袋 然后完全都是客制化生产 订单式的生产 然后我们上架之后 上我们那个造纸机的 后面的上架之后 然后之后就可以 变成我们的半成品 我们的自带机 是有印刷架的 它是一笔成型 所以它是上架之后 我们放上去我们的板面 然后之后 它就是整个都会 硬制好 然后就完成袋子 但这样的纸袋 还不能交到客户手上 一定还要红边墙花 才不会破掉 只在制作工需开似简单 却有无法忽略的环节 一如廖佩玲 要从父亲手中 接下这座工厂时 先要掌握的 就是工厂 每一个员工的心 尤其是老陈 第一年的时候 先取得信任 然后就已经开始 在收集说 我要从哪边 开始着手去做改变 贼啊 哪个员工 是什么样子的个性 所以 我们这边的员工 基本上 我都大概每个人的个性 我大概都了解 然后这个人可以吃软 这个人 不吃软 他吃硬 有的人要软硬先吃 这个都要了解 反正就是像教育一样 要因材施教 其实员工也一样 然后其实股东也一样 他有什么喜好 他比较希望你 他只是期望你做到哪一段 然后他希望你尊重他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 语重心常说 年轻人你要很吃苦 这个不是 不是来这边玩的 父亲离开至今 已经超过十五个年头了 每三年就上演一次的 经营权之战 廖佩玲也度过了超过四回合 爸爸给他的人生功课 如今也算是成功达标 因为我知道这边是他的心血 他一辈子的心血就在这里 他从民国六十四年开始 民国六十三年成立 民国六十四年进公司 然后对我出生的时候 他就在这一间公司 然后看着他从零开始 一直到茁壮 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那个使命 应该是要把它延续下去 我爸爸对这里的感情很深 工业用纸袋或许连一般民众甚远 却是承起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 当年爸爸的意愿 要配零一点一点 让他在社人面前展现 看到这里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凯春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